来宾一起启动2023年 恒春树姑棚抢股竞赛 今年就代表恒春镇的重要文化庆典 由恒春镇长游史经 遵照鼓励带领公所团队 从东西南北门等四城门 由寺庙主委双手环抱 恭请神尊 以四方绕镜方式 到东门树姑棚主祭坛 祈求整个过程平安顺遂 今年的活动 除了过去有的以外 我们增加了从8月16号开始 就有街头艺人一直 16一直到30号 都有街头艺人的表演 还有增加了赖贴图 赖的宣传的效果 有邀请日本 加拿大 韩国 华国 所以8月30号当天 都会到这边采访 然后放送到全世界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景点 最大的亮点 今年的树姑棚竞赛才18组 队伍报名参赛 第一名奖金也新增至35万元 比赛精彩可奇 今年总共有18队 我们一居的目标也就是18队 那我们今年的奖金怎么算费 奖金第一名是35万 有比去年增加5万 然后考量安全性 恒春政工所也针对 姑棚防护网太久换新 场地沙子重新整理填补 强化比赛场距结构安全 及改善周边人形空间设施 而公所也强调 活动当日会发放 经土地公家持过的 限量版3000份宣岛小顾 盼信更多外地游客参与 让这代表现文化要上国际 记者不一定张志豪采访报导